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Natalie有一件事她也很大膽 就是她在… 因為你有一個理念 你經常都說 我很想改變教育系統 我當時一開始的時候 我很想去設立一個新教育的學校 怎樣可以成立一個 不同現在我們經常見到的 四棟牆的課室 或者是一個校舍的學校 我很想設計一間學校 世界是我們的課室 而我們去哪裡是學到哪裡的 我們經常在說生長學習 即是無論你多少歲 其實都要學習 2016年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是有這樣的理想 但其實怎樣做法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但當時的理想就是怎樣可以 設計一個新的教育制度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教育制度 即使去做甚麼改革 其實是改革不到的 因為實際上有太多不同的人 已經在這裡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也覺得自己讀書的時候 好像不太多的靈感 或者我不是太多特別 又覺得很吸引的東西 但出來工作 就開始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很多不同的公眾的人 就覺得其實他們做的事情 很有趣 如果我小時候可以知道更多 我會覺得我會選擇一個不同的方向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覺得我一定要找這種人 然後帶給學生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是做一些大型的活動 就是希望怎樣可以找些年輕 已經進入了工種做的事情 然後叫他們說說自己的故事 叫他們說說自己的路途怎樣走 所以我很想找多些這些故事的人 去跟學生說話 然後我們把他們所學的東西 就轉為一個課程 然後教學生怎樣去做 例如做畫面設計 或者他們怎樣做拍片 我們所做的事情不是說 你來上我們的課 你就一定會有好成績 我們不是這樣說 因為我們不相信好成績 是代表你的學生在學習 我們是怎樣可以幫他們 找他們的自發性 怎樣可以令他們知道 其實每一個學生都很聰明 但你要自己發掘自己的聰明 其實我覺得整個系統或環境 不一定要在四個牆壁裡做 而是我帶他們去… 其實我們的課室 當時是一個合作空間 因為我們很想跟商界行接 我們會在合作空間 所以學生上課 其實是跟所有專業人士圍著的 理念是去到哪裡 都可以問問你在做甚麼 或者怎樣可以跟你學習 那種環境 我覺得對學生是很有啟動的